11月28日至12月1日 第21届香港国际珠宝厂商展览会隆重举行 开幕式由香港珠宝制造业厂商会主席刘家健先生 邀各地政商精英 共同为一连四日的香港国际珠宝厂商展览会揭开罪网 本届邀请参展商共594间 参展数目达到968个 入场人次近25000人次 规模创作力戒展会新高 这个展览我们为什么会一直支持呢 除了有客买东西之外 我们在这里会认识到很多不同的客户 例如你走远一点会有些买猪 我们其实都会和他们拿货 还有会 foresee trend 消费者越来越证明 他知道外面的铺租越来越贵 他知道原来有这个珠宝购物节 东西是这么便宜的时候 一年多一年就会口碑 非常之好 就会带到今年有个客人 知道了这件这么好的珠宝展之后 他下年又会再带多些人来 为展现国际珠宝更多元化的一面 大会今年增设韩国馆 展现韩式珠宝风格和设计 令买家能够欣赏韩式珠宝的时尚风采 为了鼓励更多原创设计师 加入珠宝计行业 每年举办的香港珠宝计比赛 亦都成为场馆内一大量点 今年我们见得到人也很好 还有他们对采购也很开心 因为有不同的产品 有不同的国家 我们又有一个叫珠宝设计专区 这个专区是由不同国家的 新进雪计师去参加的 我们的展费给他们是非常便宜的 让他们可以展示到他们的新产品 亦都这么多年非常受欢迎 亦都是有一个新的潮流去带不去 同期香港珠宝小姐竞选决赛 亦都在当晚举行 为隆重歧视 大会更邀请康美云小姐 罗志良导演 以及影声陈伟小姐 等一众名人担任评判 在场超过600位业界来宾日见证客 最终产生2013年 香港珠宝小姐决赛冠军 李永奇小姐 亚军邓雅瑜小姐 以及贵军兼最亲善小姐 张端怡 选出佳例将在全世界 推广香港珠宝品牌上兼起重任 提升香港珠宝 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和美丽